所以當時拍子拍的時候有後悔答應我們那個條件嗎? 其實還蠻後悔的,為什麼要這麼難? 但是如果以後,如果能再一次的話應該也可以承受 真的嗎? 對 好,感謝,下一位老師有問題可以舉手 請,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自己的感受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見論 我覺得耳朵背真的很疼 然後覺得大家都真的很熱心 然後我們也會繼續像各種各樣的前輩,然後繼續去努力 請姐姐說一下好嗎?每個人都說一下自己的感受 今天見到各位前輩都很開心 然後也有在這些瑞瑞姐姐前輩她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獲得那個榮譽的話,我們也非常開心 然後我們會一直努力下去的,對 可能就覺得今天的現場非常high吧? 對,在底下感覺非常的熱心 對 然後就是覺得今天在下面就聽了很多很好聽的歌 然後有些時候也會情不自禁的跟著一起動起來 對 今天看了很多不同的節目 然後看了很多前輩的精彩表演 然後也被現場尖叫聲震飽了 然後得了那個榮譽的話,我覺得還是蠻開心的 對 今天在現場感受是我以前沒有感受過的 對,就是粉絲們特別的熱情 特別是前輩上台的時候就聽到了巨大的心叫聲 就感覺自己還有向他們學習那種 對,反正要向他們學習 對,還有不算努力 然後得到這個榮譽我們也非常開心 對 其實我今天是我第一次來愛惜肩腳之類 所以說我是非常激動的 然後其實上台的時候也有點緊張 但是今天可能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可能是我化妝老師把我的嘴巴的口紅好像鋪多了 然後我一舔嘴的時候 然後我就好像把口紅吃進去了 導致我現在喉嚨都是有點顏色寶貝 這應該是我現在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今天晚上應該是積極優勝 好的,人心期待 那我們尋常時間有限,我們就結束了